Hello,大家好,我是Sam爺 歡迎來到Sam爺的房地產知識頻道 最近我收到一些feedback Sam爺,你身為一個專業人士 經常分享一些專業知識的時候 為什麼要加這麼多special effects 好,今集我就不加任何effect 好了,玩夠了,不如進入正題吧,Sam爺 最近我發佈了一個影片 是關於Bukidjariu一個新推出的樓盤 叫玫瑰木頭 這個影片也得到非常熱烈的反應 非常感恩大家的支持和分享我的影片 同時我的inbox就收到很多類似的問題 Sam爺,Bukidjariu可以買嗎? 我覺得不能 那我問他了,做什麼不能呢? 他就跟我說了 Bukidjariu太遠了,地區也沒有很成熟 好了好了,態度不正確 Bukidjariu,Monggitjariu 是不是真的不能賣呢? 首先,我們先要了解 Bukidjariu的具體位置在哪裡 簡單來說,Bukidjariu就是在撇充的旁邊 今天影片就到此結束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歡迎點讚、分享 並且打開你們的小鈴鐺 慢笑而已,我們繼續 大多數居住在Bukidjariu的朋友 通常都是中等至高收入的人群 先講一講居民族群的統計 由這一幅圖,我們可以看到華人佔了50% 而馬拉人就是25% 至於外國人竟然排第三 是19% 印度人就5% 其他人就1% 看到這裡也是覺得很驚訝 因為外國人竟然在這裡差不多排第二 很多中東人都喜歡在這裡居住 其實Bukidjariu的位置 是位於一個戰略性的地點 貫穿著非常之多的highway 有Kassass 有Sungai Bersi Expressway 有Maju Expressway 還有KL Saramban Expressway 雖然繁忙的時間 交通是稍微有點阻塞 不過由於附近很多新興的發展項目 導致Bukidjariu都是非常值得去投資的熱帶 在2015年Bukidjariu已經有非常多的項目在興建 所以未來10年內Bukidjariu絕對會成為一個潛力股 非常之多在KL打工的朋友 是喜歡在Bukidjariu租房子 為什麼呢? 因為在Bukidjariu附近會有很多Walking Distance to LRT的項目 他們不用在KL租房子那麼貴 重點來了 由於有LRT的support Render的Demand都是相對來說很高的 對於上班族和學生 LRT、Walking Distance已經成為他們的治愛 雖然Bukidjariu不會很大 不過相對來說 它的資產增值和RenderDemand都是相對來說非常不錯的 好說無憑 我先讓大家看看這帶水的出售和出租的價錢對比 好 由這幅圖我們可以看到高樓的住宅code 即是High Res Condo 平均的出售價值差不多60萬左右 平均的出租價錢大概到1900多左右 有地的住宅code平均出售價錢大概200萬左右 平均出租價錢比較低2600左右 相容的大概到600萬左右 平均出租價錢大概5400左右 是否沒有吹水呢? 風水路騙你10年8年 我三夜頂多騙你30年 那附近有什麼amenities呢? 有這個KL Sport City Bukidjariu Sport Complex Tandri Resort International Medical University 還有80個的這個recreation park 你想要高屋 去Pavilion 2 Pavilion 2總可以稱為Bukidjariu City Bukidjariu City他們有一個Tag Line是很有型的 Connecting Lifestyle, Living & Luxury 男孩子嗎? 型舞嗎? 都是我比較Xv 總之來到這個Pavilion 2 你就可以享受到購物的納粹了 聽到這裡如果你覺得軟的話 你又剛剛好剛剛想買 origam 但是,要不要抗讨的话,可能也许你可以点击以下这个link去寻问我关于美规木头的资料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美规木头的朋友,点击以上这个卡,按进去看这个影片 Direct WhatsApp 我们WhatsApp聊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不妨留言,点赞和分享你的看法 好了,如果你想学更多房地产知识或者online marketing的朋友,不妨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打开这个小叮当的情况下,你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哎呀,三爷upload影片了 我还跌倒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男下一位,请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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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deo.com